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基督山伯爵》,作者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众马。 说起大众马,大家都不陌生,他是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仅小说就写了一百多部,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山伯爵》。 大众马又被称为通俗小说之王,而《基督山伯爵》正是被誉为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之作。 这部小说对后世作家写作影响很大,比如金庸,不仅吸收其写法,甚至直接拿来小说主人公坐牢的情节,套用到连城诀里。 金庸对大众马的致敬是向前辈的致敬,是对小说传承价值的极大肯定,而普通读者对《基督山伯爵》的致敬呢,那就是长达一百多年没有停歇的阅读了。 这部小说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问世以来,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改编为舞台剧、电影、电视等各种艺术形式,长胜不衰。 小说的中文译本就多达一百多种,可想它在中国有多受欢迎了。 《基督山伯爵》是一部篇幅巨大的通俗小说,长达一千多页,情节曲折高潮不断。 作为通俗的传奇小说,它的主题是较为单纯的,概括说来就是《诚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此有的中义本叫《基督山恩仇记》。 下面我们就跟随大众马的笔风领略《基督山伯爵》的惊险传奇。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名叫艾德蒙·邓蒂斯,故事一开场,年仅19岁的他担任一艘货船的代理船长,刚刚从国外航海回到法国马赛港。 他原来是船上的大富,不想老船长途中病倒,临死前委派邓蒂斯为代理船长,并托他把船开向一个小岛去见被囚禁的拿破仑,把拿破仑的一封信转交给巴黎的亲信。 邓蒂斯完成了老船长的嘱托,然后回到马赛港,替拿破仑送信这件事情只是邓蒂斯回国途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请注意,这是他日后遭遇灭顶之灾的源头。 年轻的邓蒂斯回到故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心爱的未婚妻梅尔赛台斯结婚,但是在婚礼上,几个警察突然出现,宣布拘捕邓蒂斯。 邓蒂斯大呼冤枉,完全不知怎么回事,原来是有人写告密信告发他参与拿破仑谋反。 告密者有两人,一个是邓蒂斯船上的船员唐格拉尔,他嫉妒邓蒂斯的升职,另一个是未婚妻梅尔赛台斯的追求者费尔南,他痛恨情敌邓蒂斯。 这两人联手将邓蒂斯送到了警察的手中。 审理邓蒂斯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叫维尔福,本来他要高姿态地将无辜的邓蒂斯释放,但是他忽然发现那封拿破仑委托邓蒂斯送的信上赫然写着自己父亲的名字,这已经非同小可。 维尔福表面不动声色,转眼就将毫不知情的邓蒂斯判处终身监禁。 天真的邓蒂斯还蒙在鼓里,他以为检察官马上就要放了他,直到持枪卫兵将他送到阴森森的伊夫堡监狱,他才醒悟,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 在牢中,邓蒂斯还在幻想,一定会有人来放自己出去的,这种幻想呢,以及对未婚妻的思念支撑他挨过一个又一个白天与黑夜。 就这样,十几年过去了,漫漫无期的囚禁终于摧毁了他内心所有的希望,他决定绝食自杀。 在绝食多日后,宾与死亡的邓蒂斯在黑暗中忽然听到隔壁间有挖土的声音,这唤醒了他求生的意志。 后来他终于搞明白,是隔壁的囚徒法利亚长老在挖掘逃出监狱的地道。 邓蒂斯结识了法利亚长老后,命运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这位长老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博学多时,有超强的分析能力。 邓蒂斯一边跟长老一起挖地道,一边跟他学习。 几年之后,邓蒂斯已经从粗野的海员蜕变成为一位博学的绅士。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法利亚长老的分析,邓蒂斯终于搞清楚自己坐牢的原因, 是唐格拉尔·费尔南的告密,以及检察官维尔弗为了保守父亲谋反的秘密,将自己送进死囚牢风口。 邓蒂斯简直无法遏制心中的仇恨,他急切地想出遇复仇。 他和法利亚长老加快了挖地道的速度,但是呢,长老突然生了疾病,他知道自己命不长久。 于是在临死前,告诉邓蒂斯一个大秘密,他有一笔惊人的财富,埋藏在一座叫基督山的小岛上。 邓蒂斯悲伤地陪伴在老人身旁,直到他死去。 在狱卒来运送长老尸体之前呢,邓蒂斯将长老通过地道放到自己的牢房床铺上, 然后快速回到隔壁牢房,钻进运尸袋中。 狱卒呢,对此全然不知,把邓蒂斯抬出牢房,按照惯例扔进大海。 邓蒂斯终于逃出监狱,获得了自由。 前前后后,他在伊夫堡监狱囚禁了十四年。 邓蒂斯顺利找到了基督山小岛上的巨额财富,他化名为基督山伯爵, 从此呢,踏上报恩与复仇的路途。 邓蒂斯的恩人,除了已逝的法利亚长老,还有一位善良的船主。 他在邓蒂斯落难的时候,为他奔走冥冤,还照顾邓蒂斯年迈的老父亲直到死去。 可惜啊,这位船主后来破产了。 邓蒂斯帮他还清所有债务,还买了艘新的货船送给他家人。 报答完了恩人,邓蒂斯之后的目标就是向三个仇人复仇。 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 邓蒂斯坐牢的十四年中,他的三个仇人都飞煌腾达,成为显贵人物。 曾经的船员唐格拉尔拥有了一家银行,邓蒂斯的情敌费尔南当上了将军和贵族议员,而维尔福则升任总检察官。 这些人非富即贵,复仇的难度是很大的。 但基督山伯爵呢手法高明,抓住三个人一生中最无耻最黑暗的罪恶,借助金钱的力量给予致命的重击。 第一个复仇目标是费尔南。 费尔南是邓蒂斯早年的情敌,在邓蒂斯坐牢后,他很快与邓蒂斯未婚妻梅尔赛台斯结婚了,此时在巴黎过着富裕的生活。 伯爵经过缜密调查得知,费尔南早年在希腊时,为了完成与土耳其人的无耻交易,不惜杀害原来有恩于他的阿里总督一家。 很快呢,巴黎的报纸披露了费尔南以前在希腊出卖和杀害恩人阿里总督的事实,引起轰动。 后来呢官方介入调查,一切真相大白,费尔南身败名裂。 费尔南的儿子阿尔贝为了维护自己的父亲要和伯爵决斗,但梅尔赛台斯将早年费尔南诬陷邓蒂斯坐牢的真相告诉了阿尔贝。 阿尔贝看清了父亲的真面目后,放弃决斗,和母亲离家出走。 费尔南重叛亲离,开枪自杀。 唐格拉尔是第二个仇人。 唐格拉尔曾经是邓蒂斯船上的船员,他因嫉妒邓蒂斯升职而与费尔南联手,陷害邓蒂斯。 现在呢,唐格拉尔开了一家银行,伯爵呢先是通过罗马银行的担保,然后又亮出一百万法廊,在唐格拉尔的银行开了三个无限透支的账户。 这种可以无限制取款的账户,把唐格拉尔镇住了。 之后呢,伯爵又收买了电报局的雇员,发了一份虚报军情的电报,又使唐格拉尔出售债券,折损了一笔巨款,眼看啊银行面临倒闭的危险。 伯爵得知呢,唐格拉尔夫人和维尔弗有一个私生子,如今杀了人正在逃亡。 伯爵于是将他救下,并扮成意大利亲王的儿子,假装好意介绍给唐格拉尔,说可以帮助他挽救银行。 唐格拉尔连忙将女儿嫁给了这位所谓的亲王之子。 在女儿的婚礼上,宪兵突然出现,当场逮捕了这个逃犯,唐格拉尔出了大仇。 银行没有保住,反而更加声名狼藉。 绝望之下,唐格拉尔偷走了慈善机构的五百万法郎,仓皇逃亡意大利。 在路上,伯爵的强盗朋友抓住了他,他们不给唐格拉尔吃饭,若想吃饭呢,条件是十万法郎吃一顿。 就这样啊,直到唐格拉尔手里的五百万法郎全部花光。 伯爵最后现身,表露身份,唐格拉尔吓得魂不附体,伯爵最后放了他一条生路。 最后一个仇人是维尔福。 邓蒂斯给予维尔福的是双重打击。 首先是关于他的私生子。 维尔福与唐格拉尔的夫人有一个私生子。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途,维尔福呢,曾经活埋那个私生子,结果被人救出了, 就成了上面提到的假扮意大利亲王之子的杀人犯。 伯爵让这个私生子在对唐格拉尔的复仇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又安排他在对维尔福的复仇中出场。 这个私生子被投入法院审理,结果检察官正是维尔福。 在伯爵的安排下,犯人当堂说出自己就是维尔福的私生子, 令维尔福大为恐慌。 对维尔福第二重打击呢,是关于他的妻儿。 维尔福夫人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承遗产, 曾下毒害死维尔福的前月父母, 还企图毒死前妻的女儿瓦朗蒂娜。 伯爵暗中保护并救下了瓦朗蒂娜。 维尔福得知妻子下毒杀人后大怒, 结果呢,维尔福夫人出于恐惧和小儿子一起服毒死了。 此时呢,伯爵出现在维尔福面前, 说明这都是复仇计划。 维尔福经受不起打击,疯了。 基督山伯爵大仇得报,心愿已了, 便离开巴黎环游世界去了。 这就是基督山伯爵的主要故事情节。 作为通俗小说,写什么当然重要, 但是怎么写更为重要。 否则呢,复仇的传奇小说那么多, 为什么基督山伯爵一只独秀一百多年来传播那么广呢? 这要归功于大仲马的天才创作手法。 在精彩的情节编织上, 首推邓蒂斯的《狱中经历》。 这里包含着成长故事、越狱故事、 宝藏故事等等各种丰富的元素。 大仲马用一个旗子将这些情节编织的精彩绝伦, 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啊,成长故事。 邓蒂斯在狱中完成的启蒙, 归根结底呢,是因为与法利亚长老的旗狱。 小说写道,法利亚长老的博学, 犹如流星的一闪, 照出了一瞬间的新天地。 在几年的时间里, 邓蒂斯学会了希腊语、 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 对历史、数学、物理学等等学问呢, 都有了相当的掌握, 也对世事的复杂、 人心的险恶有了认知。 在伊福堡监狱的十四年, 邓蒂斯完成了成长, 蜕变成为一个新人。 这种绝处逢生, 脱胎换骨的形式, 成为后代作家学习模仿的一个范式。 比如金庸的神雕侠侣中, 断臂杨过, 躲进山谷疗伤, 在神雕的指引下, 得到独孤求败的玄铁神剑和炼功秘籍, 每日在神雕的督促下苦练, 终于成就绝世武功。 这一情节, 本质上和邓蒂斯是同一路子, 但是独孤求败已经死去, 于是神雕来带行导师角色, 使得高人导师更为神秘, 故事又增加神雕这一魔幻角色, 完成了精彩的演变。 越狱故事, 是几乎贯穿邓蒂斯伊夫宝监狱囚囚禁生涯的关键环节。 这个故事包含了多重情节的建构, 首先是越狱准备。 邓蒂斯遇见法利亚长老, 觉处逢生, 两人一起挖地到越狱, 他们的工具只有一只凿子, 一把小刀和一条木头杠子。 挖出来的泥土碎石都碾成粉末, 从牢房的窗口抛出去, 让夜风吹到远处, 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 地道终于挖成功, 只等适当的机会越狱。 然后就是长老迷流, 邓蒂斯用偷梁换柱的奇招逃生。 越狱故事的多重情节及手法, 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比如用小工具挖掘地道越狱, 在电影《肖申客的旧熟》中, 有完美再现。 至于如何处理挖出的泥土呢, 邓蒂斯是将它们碾碎后, 从牢房窗口抛出去, 而电影当中, 主人公是在放风的时候, 让泥土顺着裤腿漏到地上。 邓蒂斯在孤岛上入海逃生, 在好莱坞电影《巴比龙》里也有在线, 犯人抱着一袋子椰子壳跳崖, 拼力游到岸上。 宝藏故事是后世通俗小说的经典设置, 比如首先都是有个寻宝图, 而且这个寻宝图都是残缺模糊难以辨识。 长老的藏宝图就是残缺不全的, 他大费周章终于破解成功, 但关键时刻却深陷医夫宝监狱。 老人后来把遗院传给邓蒂斯, 邓蒂斯逃出牢笼后便踏上基督山岛, 按照藏宝图发现了宝藏所在。 宝藏故事模式并非大众马读出新材的创造, 在他之前的艾伦波, 已在小说《金甲虫》里有过完整的描写。 应该说,大众马的优胜之处 是将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和宝藏故事结合, 这种模式影响了不少后来者, 比如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跌下山崖, 却无意中从一只猿猴的肚子里 发现了失传很久的九阳真经。 连城绝中,主人公迪云在监狱中受了百般苦, 最终也获得了一部武功秘籍《连城剑绝》。 金庸笔下的宝藏多是绝世武功秘籍, 这是他对大众马故事原型的武侠式演绎。 在复仇情节编制上,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复仇都是诉诸金钱的威力, 这展现出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个社会现实, 即对金钱的狂热。 金钱可以说是这部小说里另一个隐姓的主角, 基督山小岛上的巨额财富是一个越狱的死囚犯, 变成了上流社会的基督山伯爵, 伯爵的报恩和复仇处处需要金钱开导, 金钱使基督山伯爵获得巴黎贵族的信任, 使他给予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弗等人以重击。 小说中金钱的魔力是致命的, 大众马为什么要这么描写呢? 基督山伯爵的背景设置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意大利, 保皇党与民主派正在激烈角逐。 动荡的历史中,整个社会无法确定走向, 人们唯有狂热地谋取金钱。 伯爵的三个仇人中, 唐格拉尔是银行家, 维尔弗是总检察官, 费尔南是将军和贵族议员, 都是非富即贵。 这些处于社会顶层的都是极其卑劣, 没有人性的人, 他们也是用各种阴暗的手段爬上富贵之位去谋取更多私利, 可以想象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 然而, 他们最后也败在了金钱的魔力之下, 而手握巨款的伯爵成为人人景仰和畏惧的人物。 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状。 好,这是大仲马的情节编织技巧, 此外呢, 在《基督山伯爵》中, 巧设悬念的叙事方式也是一大亮点, 这主要体现在伯爵的复仇中。 大仲马采用的是一种草蛇灰线浮迈千里的悬念叙事方式, 不动声色地将故事发展的线索埋藏在隐蔽处, 千里不绝令人惊叹。 下面呢, 我用小说中对费尔南的复仇来分析一下。 小说进入复仇的部分, 一开始呢, 并没有《基督山伯爵》现身, 先上场的是一个叫阿尔贝的青年。 阿尔贝是法国人, 来希腊旅行, 在一次狂欢节上呢, 被一个漂亮的女郎吸引, 追到了郊外, 结果被突然出现的强盗绑架囚禁, 要求他写信给家里, 拿赎金来赎他。 在这危急的当口, 忽有一位神秘人物将阿尔贝救出, 阿尔贝自然感激万分, 求问恩人大名, 回答说是基督山伯爵。 阿尔贝发出盛情邀请, 说, 恩人如果去巴黎, 一定要去我家, 好答谢救命之恩。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基督山伯爵出场, 但是并不知道呢, 这段情节的用意, 也不知道这个叫阿尔贝的青年是何许人也。 阿尔贝回到法国巴黎的家, 他的父亲出现了, 是费尔南, 那个十四年前写告密信陷害邓蒂斯的人。 随后见到他的母亲, 竟然是梅尔赛台斯, 也就是邓蒂斯曾经的未婚妻。 也就是说呢, 梅尔赛台斯后来嫁给了费尔南。 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发生在希腊的绑架事件, 以及基督山伯爵的出手相救, 巧合得不可思议, 心里不免疑惑, 真的是巧合吗? 没多久呢, 巴黎新来了一位轰动上流社会的人物, 基督山伯爵。 他气质高雅, 出手阔绰, 身边还跟随一个头戴面纱的神秘女郎, 叫海戴。 青年阿尔贝猜测, 这位伯爵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急切地希望他能到自己家。 果然, 基督山伯爵来了, 阿尔贝惊喜地接待伯爵引荐给父亲。 伯爵见到了仇人, 却不动声色, 而费尔南呢, 只是在心里惊叹伯爵的富有, 完全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随后, 伯爵见到了梅尔赛台斯, 梅尔赛台斯一见到伯爵就晕倒在地, 他在阿尔贝的搀扶下起身, 并借口掩饰说天气太热了。 当然, 我们都知道, 梅尔赛台斯认出了基督山伯爵, 就是自己之前的未婚夫邓蒂斯。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明白了, 铺垫那么许多, 其实都是伯爵的精心安排。 希腊的狂欢节和美丽的女郎都是安排好的, 绑架是安排好的, 救出阿尔贝也是安排好的, 所有都是为伯爵进入巴黎, 以及靠近费尔南家做的铺垫。 没有什么巧合, 这一切均出自伯爵的精心谋话。 不久后呢, 巴黎的一家报纸, 忽然披露许多年前发生在希腊的一件丑闻。 一位法国将军出卖了他的恩人阿里总督, 投降敌人杀害总督, 并将总督的家人卖作奴隶换取金钱。 这个被信弃义的人就是费尔南。 丑闻的曝光惊动了巴黎官方, 审查委员会调查此事, 传讯费尔南。 费尔南极力抵赖, 此时呢, 有重要证人上庭, 是一位神秘女郎, 就是伯爵带到巴黎的海带。 她当众出示各种文件, 表明自己是死去的阿里总督的女儿, 她可以证明费尔南杀死自己的父亲, 以及做的所有恶事。 铁证如山, 费尔南彻底被击垮, 身败名裂。 神秘的海带一直跟随在伯爵身旁, 读者呢, 先前并不知道他是谁, 也就是说, 他是隐藏极深的一条线索, 带到重大时刻真相大白, 原来呢, 他是费尔南丑恶行径的重大证人, 伯爵以此, 急与仇敌, 以致命一击。 仅仅是向费尔南复仇这一段落, 大众马呢, 就写得波折横生不断转向, 却又合情合理, 所有的线索又都埋藏在以往的情节中, 最后令人恍然大悟。 在起伏跌宕的故事讲述中, 大众马塑造了主人公邓蒂斯, 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经典形象。 邓蒂斯的经典之处在于 从单纯善良的青年到冷酷复仇者的转变, 在于承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复仇形象 对于世人的震撼。 邓蒂斯的复仇有下面几个特点。 首先呢, 对于复仇, 邓蒂斯经历了一个无知到坚定的过程。 前妻的邓蒂斯是单纯而善良的, 他不认为替拿破仑捎带一封信就会有危险, 他对情敌费尔南呢也可以友好相待, 却不知道对方早已安下险恶用心。 当他被宪兵押戒着去伊夫堡监狱的时候, 还天真的大喊, 天哪, 伊夫堡, 我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入狱后, 他把过去一遍遍在头脑里重温, 一遍遍扪心自问, 仍然不知自己为什么会落得这样悲惨。 转折出现在他与法利亚长老的相遇之后, 法利亚长老帮他分析事情原委的时候, 问邓蒂斯, 你的失踪会对谁有利呢? 邓蒂斯说, 自己啊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没有谁会获利吧。 法利亚长老说, 你要知道, 一切事情都是相互有关联的。 在长老的分析下, 唐格拉尔、 费尔南、 维尔弗的阴谋终于显露出来, 邓蒂斯才如五雷轰顶般醒悟过来。 他彻夜未眠, 终于打定主意铁了心, 立下了令人生畏的复仇誓言。 长老告诉邓蒂斯基督山上的无尽宝藏时说, 在这个时代, 一个人有了千百万的财产, 可以为朋友做多少好事。 而邓蒂斯听后, 脸色却变得阴沉下来, 因为他想到的是, 这个年头, 一个人有了千百万财产, 可以让仇人受多少罪。 其次呢, 相比较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王子的复仇犹犹豫豫, 瞻前顾后, 伯爵的复仇呢, 则是果断、 缜密、 甚至残酷的。 出狱后, 邓蒂斯变身为基督山伯爵, 这是一个典型的孤胆英雄。 他说, 突然的, 从囚禁、 孤独、 痛苦中, 我恢复了光明和自由, 拥有了一笔绝大财产。 假如我再不明白, 是上帝要我用那笔财产来执行伟大的计划, 我一定是瞎了眼睛了。 他把自己当作复仇之神的化身, 再进入巴黎, 第一次见到维尔弗时, 他就说, 和各国的刑事法、 自然法比较, 复仇法是原始民族的法律, 是最符合上帝的法律。 他说, 我是一具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死尸, 到人间呢, 只是为了履行复仇使命。 他冷静地向两位年轻贵族讲述各国的死刑, 说, 罗马的断头机不会失灵, 不会颤抖, 不会向法国的断头机失灵了, 砍头砍了三十次才砍断, 这让听者毛骨悚然。 当看到罗马街头真实的砍头场景, 一个年轻贵族吓得昏过去, 另一个紧紧闭上眼睛, 而基督山伯爵则笔直地站着, 露出胜利的神色, 像是复仇的天使。 基督山伯爵的心思缜密, 复仇毫不留情, 乃至有时不择手段。 他拜访维尔弗夫人, 发觉夫人为了让自己的小儿子独吞维尔弗 前岳父母的财产已经萌生害死两位老人 以及妓女瓦朗蒂娜的恶念。 他就顺水推舟, 开始谈论各种毒药的用途, 引得维尔弗夫人兴趣大发。 夫人担心砒霜毒死人会留下痕迹, 基督山伯爵就向他介绍一种奇妙的药剂, 少量是良药, 大量是毒药, 一滴可以救命, 五六滴却会致死。 尤其奇妙的是呢, 把他倒在一杯酒里也丝毫不会影响酒的气味。 这种诱导是可怕的, 维尔弗夫人获得药剂后, 真的用他堵死了维尔弗的前岳父岳母, 女儿瓦朗蒂娜只是因为基督山伯爵出手保护, 才幸免遗难。 在这里呢, 伯爵的复仇已经走向伤极无辜的阶段, 伯爵开始面临良心的责问, 他的内心在斗争。 当他面对维尔弗的家庭惨剧, 尤其是维尔弗十岁儿子的尸体, 他的脸色变得惨白, 他明白, 自己报仇过头了, 他发疯般地按着孩子的脉搏试图救他, 但是一切都晚了, 伯爵跌坐在地上, 苦闷之中呢, 伯爵重回自己衣服堡监狱, 在那阴森森的地牢中, 他紧盯着这关押了他十四年的可怕地方, 喊道, 该死, 那些关我到那座痛苦的监狱里去的人。 基督山伯爵想用这种方式, 重新唤起自己复仇的信念, 但是事实上, 他的内心已经动摇了。 最后呢, 基督山伯爵还是放了唐格拉尔一条生路, 他和唐格拉尔摊牌, 说, 我就是那个被你出卖和污蔑的人, 他的未婚妻被你害得改嫁, 他横遭你践踏, 被你作为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他的父亲被你害得饿死, 他本来也以判决你该死于饥饿, 可是他饶恕了你, 因为他也需要宽恕, 我就是爱德蒙邓蒂斯。 一个残酷的复仇者选择了宽恕, 这是内心交战的结果, 也是对自我内心的一种救赎。 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 尽管复仇中的伯爵堪称心狠手辣, 但是他的内心始终是有坚守的。 他在复仇的同时, 也救助了瓦朗蒂娜和他的恋人, 他这时呢, 妖缠万贯受人尊敬呼风唤雨, 但是呢, 他用金钱也只是为了复仇, 他从来没有想用金钱去图谋什么更高的权势地位。 此时的伯爵想要爬上比费尔南、 唐格拉尔、维尔福更高的位置一如反掌, 但是呢, 他只是在了却复仇心愿后飘然而去, 同海带周游世界了。 在驶向海天之间的帆船上, 伯爵留下的是高大的身影。 可以说呢, 虽然小说最后是圆满收场, 但因为伯爵形象的这种丰富和深刻性, 小说在结尾处展现出了悲剧才有的崇高, 这也成为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 让他在一百多年后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 在我国啊, 基督山伯爵同样备受青睐。 八十年代, 基督山伯爵的销售就已经形成热潮, 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本啊, 就卖了百万册。 中国作家里受基督山伯爵影响的不在少数, 如金庸说, 我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众马的风格, 在所有中外作家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大众马, 一直没变。 作家于华曾说过, 第一次读基督山伯爵, 不吃不喝不睡疯狂读完。 一部通俗小说赢得如此声誉, 是因为情节曲折的故事, 是因为惩恶扬善的纯粹的价值观, 还因为小说对于等待和希望的惨发。 主人公邓蒂斯被阴险之徒陷害入狱, 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在黑暗和死亡的绝境中, 居然巧遇长老, 事情发生逆转, 他成功越狱, 华丽蜕变, 化身伯爵, 给予仇人重击, 这是死而复生的力量, 也是希望的力量。 小说的末尾呢, 伯爵在留给瓦朗蒂娜的信中说, 经过了死的痛苦, 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面, 等待和希望, 这正是基督山伯爵的人生哲学, 而大众马在这部小说中所描绘的, 人生绝境后的光明前景, 至今还能带来感染人心的力量,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基督山伯爵不实为一部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品, 在未来呢, 仍然会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 被小说迷人的故事所吸引所震撼。 好, 这本基督山伯爵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